今天一起猜一猜2024款的ET7多少钱 好了各位 2024款的蔚来ET7它都有哪些改变 整体呢其实变化并不是非常的大 它呢是增添了一款全新的颜色叫月灰银 那么应该是和ET90一样的那个颜色啊 像它瞭望塔的前脸的设计 还有包括它的X8的前脸 以及它的Double Dash的这样的日间行车灯 整体这个流线造型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需要调整和更改的了 那么这一次呢还新增了一个21寸轮毂和6活赛Berno卡前的选配啊 至于说这个配置到什么样的级别呢 要到之后它真正上市的时候才能定了下来 那么这一部分的名牌呢 像这是底下的一条横线和之前的一样是一样的啊 但是呢这一次升级之后的车型呢 它会配备一个行政版的英文logo在底下 如果再配上那个月灰银的颜色 看起来质感也是拉满的 那么它整体的尺寸和轴距呢是没有变化的 身高176 腿脏110我们还是一起到后排去看一下它的后排空间 那么做今天事之后呢 放眼望去整体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如果你要是精细的去摸一下 或者说去追究它的一些细节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地方呢还是做到了一些优化 比方说像它中控台这个软质包裹的面积啊 就是有所增大 会让它整体的前面的视觉效果呢会更加困惑一些 我会感觉之前的座椅呢也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但是呢这一次一定是在细节上又做了一些加持和细节上的处理 让我觉得坐在这个上面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啊 这个前后排的四个单独的座椅上呢都会有一个非常柔软的头枕 那么至于这个座椅的这一方面的升级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跟着我一起到后排去看一下 因为后面的飞航行政座舱它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这一次换新升级的主要就是在它的后排 亲爱的媒体老师你好呀 蔚来的自研座椅又进化了 这一次它所有的座椅的架构呢是跟一T9同源的 后排中导的这一部分的设计呢完全就是为商务人士打造的 能够照顾到后排的两个座椅 首先呢它用到了两个40瓦快充的无线充电左右分别各一个 它整体的中导的这个部分的宽窄和大小啊 现场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如果旁边再坐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呢 放胳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这个中导的一个面积的设计呢 其实要比奔驰的麦巴赫还要宽大 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座椅的承托舒适度啊 未来非常善于使用环保的材质啊 确实呢摸起来的手感呢也都非常不错 整体的座椅的这种披制 用到尼亚帕的打孔 再加上它的环保材质的这个拼配啊 让整体的承托舒适性呢也非常强 这一次座椅的升级呢 除了这一方面之外呢 还在内部的细节上有很多的进化 座椅呢分为十层结构啊 那么这十层结构当中呢 可以说是每一层都做到了非常惊喜的 座椅的整体的承托舒适度 以及它的座椅的配置上呢 其实是可以和行政级别这个行李进行相较量的 最关键的呢是 它也有一个一键书响模式 点击一下遵详之后呢 你会发现除了前排的附加座椅会往前 达到一个常规的角度之外 后排的座椅呢也会形成一个非常舒适的角度 以备的倾斜程度啊会从27度调整到37度 它的前排两个座椅和后排两个座椅呢 都有一个非常柔软的头枕啊 不知道这个头枕在上市之后呢 是作为选配还是说有可能会全系标配啊 但是呢这个头枕它的级别呢 是可以达到麦巴赫的头枕的级别的 除了这个座椅的倾斜角度的自动调整呢 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之外呢 在调整座椅的时候呢 它前面的这个屏幕的角度 也是随着你的视觉的感官来进行调角度倾斜的 那么这个屏幕呢 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细节了 说到这个Neolink全景互联行政品之后啊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它的名字 Neolink全景互联行政品 全景呢和它的大小尺寸 以及它的这个月面的精度是有关系的 那么互联这个方面啊 它是可以进行中控屏 左右两个屏进行交互的 我们来看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呢 我在点它的这个导航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输入一个目的地 你不需要跟前排的司机进行交流 你就可以把地点直接发送到中控屏幕当中 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实用的 第二部分呢就是音乐这一部分啊 这一次的VT7的音响呢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升级的 并且呢升级的速度非常的大 这个屏幕上呢 你还可以有一些娱乐功能先选择 像爱奇亚啊 BTV啊等等 当你在听不笔音效的时候呢 你就会非常明显的感知到 车内音响的差别了 我们先来放一首歌曲 能感受到吗 它的这个低音更加清晰了 并且呢我坐在里面能够感受到 共振非常非常的小 第三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座椅的调节 从头枕到它的椅背再到它的坐垫以及腿拖 还有呢就是这个屏幕的调节呢都可以进行非常细腻的调节 2024款的ET7呢它后排的座椅的加热和通风呢是可以进行单独分体式调节 那么后排屏幕的这个护帘呢除了和中控进行交互之外呢 你还可以和左右两边屏幕进行交互 我播放一条视频 然后呢我可以点开画面共享 那么这个时候呢左边的屏幕也就出现了和你相同的画面 那么当然如果它要是不想看的情况之下呢 它也可以退出 那它自己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单独的操作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不仅能够和车内的这些屏幕进行户 也还有呢可以进行无线投屏 那么除了你可以用到未来的手机进行无线的交互 你可以扫这个APP的扫码呀 然后或者说直接拿这个未来的手机进行一个投屏的交互 或者呢是连接WiFi热点进行屏幕上的一些交互 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进行一个有线的交互 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Tip-C接口 你只要连上线之后呢它就可以和它的左右屏幕进行交互了 那么2024款的ET7呢 它其实是给它加注了更多行政化的一些内容 更多的座舱的使用场景呢 会在商业的洽谈或者说商务的接待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使用场景 那么除了后排的隐私玻璃之外呢 这个屏幕你是可以每一个屏幕单独连一个蓝牙耳机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私密的通话 或者说私密的洽谈的情况下呢 你是可以单独进行沟通的 新款的蔚来一季新牌用到的是一个分体式的全景天窗 前面的这一部分和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单独进行它的明暗控制的 那么不管是在后排也好 还是在前排也好呢 都可以进行单独的操作 那么它的通透度呢是有四档可调的 北京的路太适合测这个了我觉得 驾驶起来这一辆2024款的ET7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熟悉的感觉啊 但是呢在熟悉当中呢 你又能感觉到它的很多部分 尤其是在细节方面呢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北京嘛 北京的这个路上呢 它遇到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接缝 同时呢可能会有一些勾砍 过地下车库的时候呢 减速带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 那么整体呢 我会感觉ET7的底盘的整体性是非常强的 并且呢 它给我提供到的向上的支撑呢 也是很强的 而且呢你看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这个刹车 这个刹车的脚感啊 是属于非常非常细腻的存在 对于像我们经常开车 或者开很多种车型的这种朋友来说呢 你可能最开始的时候需要去试一下 但是呢用习惯了 你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那么ET7这款车呢 正常来说一个是一辆中大型的轿车嘛 在尺寸上来看 所以说呢 它这一次在后盘上的承受的舒适度 以及包括行政的一些特征呢 更加突出了 所以说呢 它是一辆偏商务的用车 这样的一个底盘的舒适度呢 我觉得正好可以匹配它这辆车的一个定位 无论说你是重刹了一下 或者说正常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的这种脚感 它能非常好的精准的捕捉到你的这个力量 并且呢非常精准的去刹停 非常的有线性感 这个车在转弯或者说急转弯的这个情况下 它的整个车身姿态呢 也都是非常优雅的 那么这一点呢 也跟它的这个底盘 以及悬架的调教是有关的 是非常稳定的输出的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试一下这个NOP加全域领航辅助系统啊 那么根据这个地图呢 我们来走一个这样的差不多28分钟的路线 十三公里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处理是什么样子 好 现在领航辅助已经开启了 好 那么在试驾的这条路上呢 恰巧呢 有一些大车和一些非机动车辆啊 就是频繁穿插在这个路面上 北京的路太适合策展一个了 我觉得 它这个右转的选择 那这个时机呢 是相对于说比较保守 但这一点呢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我来说 至少我会觉得比较安全啊 这样 然后呢 在这个屏幕上呢 会显示到这个车辆的一个导引线路啊 是很清晰的 并且呢 刚才呢 有一个任务横穿马路 它也是能够识别到的 很清晰 而且迅速 我们从这个仪表上呢 可以非常清晰的分辨出 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车在你的周围 一个什么样的速度靠近 或者什么样的速度远离 那么这个呢 也是相对来说非常清晰的 那么整体试下来呢 我个人感觉啊 其实它的逻辑属性 还是非常可以的 在这个水平上呢 我觉得也是目前 电车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 偏细致一点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